好 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8月9號晚上8點 那先鋒服啊這個活動 我們來看一下 軍團好了 活動還有7天12個小時結束 我們可以知道活動大概是開15天吧 詳細可能 不是很清楚 但是至少 大概過了應該是七八天左右吧 一半的時間 那一半的時間那個我們先鋒服這邊就已經推到這個章魚王了 那當然是離擊敗他還早 可是基本上先鋒服都是測試的角色 居多啦 那這個大家強度也不是很強 所以說 時間才過了一半就推到章魚王了 那這個侯爵生公爵的有一個條件就是 對最終BOSS本體達到6000萬 那我現在的聖物是這樣子 武之式的遊俠 然後角色是這個樣子 也沒有什麼特別強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打6000萬的話難不難喔 攻擊是需要48點體力 超級多 那這個就是完全不考慮 直接全部都是遊俠了 這個什麼輔助啊 那些都不要管了 就是 聖物哪個高尚哪個 好 就這麼剛剛好 賽希利亞 47點體力 我剛拿來打空地 少了一個這個打王的這個賽希利亞 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單單這樣子5個遊俠行不行喔 好 就這樣子吧 看上面的傷害量 看一下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 八千萬 八千萬 這樣就有了吧 有喔 你看我 我還沒有上賽希利亞 這樣就有八千萬了 你看 每個大大都其實打得不錯 還有這個一億五千萬 有賽希利亞有賽希利亞應該會好一點 因為賽希利亞 切過去的時候會讓王的攻擊力下降 大家存活率就會高一點 好 反正不管怎麼樣啦 升到公爵之後 3000鑽 起碼3000鑽的這一個獎勵就拿回來了 然後 這真的很猶豫 但是小號的話 因為就算給我家具幣 我也沒有神話的角色 因為那個小號無刻 欠神話角色 所以我會決定選這個紅磚5 紅磚5箱也是永遠欠 然後選紅磚5箱絕對不會錯 基本上任何的活動 你只要不知道選什麼 選紅磚5就對了 OK 好 那我們來打開這一個金黃色的這個大寶箱 好 然後3000鑽也拿回來了 那再來就是 升到這個公爵之後 又多了5個領地吧 然後我們看到 佔領20個6級以上的城邦 20個6級以上城邦 那因為剛剛有一個網友問我一個問題說 這個已經佔領的城可不可以放棄喔 我也有點忘記了 我們來看6級的城是這個小鎮城鎮1 這個應該是6級的城邦 我們看一下 6級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喔 現在這個是佔領20個6級以上的城邦 對不對 20個 然後我現在是15至20 好 我現在放棄 放棄 好了 放棄了 那我們來看 15至20這個不會變 那我再重打一次勒 剛剛是15嘛對不對 6級城邦對我這個5之4的聖物來說應該是輕輕鬆鬆喔 但是我的遊俠角色夠不夠 好 應該夠喔應該夠喔 如果不夠就糗了 還好這個打這個6級只要12點體力 不會太難 6級我那個想太多了 6級真的不難 就算是5隻 5隻獅子 在這個6級聖物的這個盈威之下 一樣也是輕輕鬆鬆喔 然後上個 好 你獅子我也有獅子 好 就這樣子 其實我這邊只有一個賽希莉亞而已 其實也是蠻恐怖的 因為只有一隻賽希莉亞是那個遊俠而已 好 沒關係 反正你獅子那個 雖然你會鎖血 但是我鳳凰會復活 沒關係 我跟你那個耗時間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戰鬥紀錄應該是全部都是靠這個遊俠的賽希莉亞吧 戰士的索羅斯也不錯 好 沒關係 反正就過關了 好 我又把這個領地佔領回來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決位 OK 是可以的喔 這邊變16了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再來你要升這個親王的話就是你要對BOSS的本體傷害達到1億5000萬 我覺得基本上 這一次我就是會把這個聖物 5級全部都升滿 再去打應該就可以了 頂多再上個戰士或是輔助啊 雙子加速之類的 我再參考一些其他大大 然後再做考慮吧 那總之這個 3000鑽是拿回來了 然後這個重新刷這個也可以的 那另外時間還有非常多 至少還有七八天的時間 再加上說就是 如果說王已經被擊敗了 那依照上次的經驗 就算王被擊敗 他也會過一天那個復活 但他復活的時候好像那個血量跟那個 小兵的那個那個數量也會增加 那不管怎麼樣這個到時候復活再 再看看吧 反正我們一定可以看到這個魔王被擊敗然後復活的這個狀況 OK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